新井煤业有限公司以露天煤矿发生坍塌 多名作业人员和车辆被掩埋 事故已导致两人 今天凌晨的一点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抵达事故救援现场 随工作组抵达的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今天凌晨0点30分 又与两名失联工有取得联系 目前还有50亿人失联 记者凌晨时在核心救援现场看到 出现了滑坡 同而导致在下部进行作业的 东西两侧逐层的玻璃扎土 全力寻找失联人员和被困车辆 事故发生后 多路救援力量携带支护 破拆和边坡雷达等装备增援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